八年黨慶,之前A股和港股 在八年黨慶之前都沒有運行 恆之下回到29,000 究竟7月份會不會五穷六絕七翻身呢? 我有少許期望,因為始終黨慶又有閱兵 對於A股來說,應該會有一點心理上的幫助 希望這件事都會傳到恆之那裏 例如29,400、29,500這些位置 我期望會有的,八年黨慶對於各個股市 但又不敢說有太大的憧憬 我想最多是守住一下 留意7月份的政策 因為兩會到現在都沒有炒政策股 電動車、太陽能等 有升,但政策的力量又似乎沒有那麼大 可能八年黨慶之後會有政策面走出來 這方面我覺得才會有期待的空間 至於指數方面,我覺得都是浮浮沉沉的 7月如果破不了5、6月的範圍 大概都是28,000、29,500這些位置 我想也未必會有太大的變化 外圍也相對比較靜一點 7月到下半年的時候 分析廚昌,我想這個沒什麼憧憬 不需要對於分析廚昌有太大的期望 期望下半年開局,指數可以有一些新的突破 就好了